好,接下來我們要來看算數單元的設計 在CPU裡面有一個叫做ALU的最主要的 它等於是CPU裡面的CPU 這個ALU會做加減乘除的 OK,那今天我們要來看的就是ALU這個加減乘除單元的設計 好,那這個投影片的內容是取材於那個我們的電子版的電子塑膠科書那一本 那我們先來看半加器 半加器和全加器的符號AB輸出是上和carry 全加器是AB和carrying,輸出是上和carryout 好,那這邊呢,是半加器兩個位元的加法原理 那0加0是0,0加1是1,1加0是1 1加1呢,會是0,但是它會進位1 OK,那所以呢,這是半加器的輸入輸出結果 好,接下來呢,這個是半加器的圖式 那半加器的布林代數式 OK,那上是A,A bar B加AB bar 其實它就是A exclusive or B 那carryout是A和B做and就可以 那半加器的電路符號像這樣 然後呢,它如果真的用and和or來做的話 會有點複雜像這個樣子 但是其實這一塊是可以用SOR做掉 所以半加器我們就用SOR取代這一塊就可以了 好,那各位上次的作業呢,是全加器 所以它必須要用兩個半加器來做 那接下來你看到全加器是這樣 S4,S3,S2,S1,S0 那這些是加法器,全加器的時候它有一個進位 所以除了兩個運算單的位元以外 還有一個進位 這是為什麼要用全加器的原因 那全加器是A和B再加上進位 然後呢,輸出的總和還有輸出的進位 在這裡 好,那所以全加器會有三個輸入 所以它的增值表會有八個項目 好,那這八個項目呢 OK,輸入和上的輸入輸出是這樣 上的那個增值表的值是這樣 那carry進位的增值表的值是這樣 好,那如果你去劃減這個電路 那你會發現上很難劃減 幾乎沒辦法畫 因為它其實是對角的 所以這個上的電路非常難用增值表劃減 你會覺得很複雜 四個1就有四個項目 那所以如果你真的用增值表去劃減出電路的話 你的電路不會很浪費真正的電子元件 會很複雜 但是呢,如果你今天用exclusive all加進來的話 你就會發現說它的電路變得簡單很多 那只要用兩個雙輸入的exclusive all 再加上兩個and再加上一個all就可以做完了 那這是全加器的電路 那接下來我們要來看的是N位元加法器 N位元加法器 那這是binary A的四位元的 我們來看一下 那四位元的加法器 煉波近位加法器 那它是四個全加器接起來 四個全加器接起來 然後用串連的方式去串出來 那這邊有輸入B3A3,B2A2,B1A1,B0A0 那接下來你就可以做N位元的加減器 為什麼可以做N位元的加減器 因為其實以二卜數的觀念 減法就可以變加法 那這張圖比較複雜是因為它其實是用有號數的加減 所以它必須要用一個加法器加一個減法器 兩個合起來才變成一個完整的加減器電路 但是如果我們用二卜數的話 我們只要用一個電波加法器 加上一些SOR雜就可以做出這樣的電路 那接下來我們就要出作業了 那所以這個是這個是四位元的加減器 加減器喔 這就是各位今天的隨堂作業馬上做 你可以用幾種方法 不管你熟悉的是哪一種你都可以 第一個方法是用block diagram去做 第二個方法是你可以用Vlog或者是VHDL 那其實以這一個電路而言 我告訴各位你用拉的會比較累 你用寫的會比較快 還有最快的一個是直接用Vlog裡面的加號 寫都不用寫一行就寫完 但是我們這次禁止用加號做 我們要各位自己去做這個電路出來 所以不能用加號 因為加號是Vlog幫你寫好放在裡面的 你才可以用它的加號 那個電路已經現成了 那就沒有設計的意義了 OK所以加減器請注意就是你也要有sine的輸入 那有這個OK 那如果這sine的輸入是1的時候它是什麼法 加法還是減法 如果sine的輸入是1的時候是減法 為什麼這個1是減法 因為這個是1的話這個B0會被反向 B1也會被反向 B全部都被反向變成B0 B被反向之後又再加了一個1 那這是什麼 就是等於是B的二補數 所以那不就是變減法 所以當你這個s是1的時候 它就變減法器 所以請各位設計的時候注意 這個s的控制輸入是要有的 好那你要用圖的方式還是你要用程式的方式都可以 那這是我們今天的作業 但是我現在還沒講完 所以等一下你才開始做 那我們看到那個加減器或加法器這種有點 它的電路其實是有點複雜 因為在有四個4A的串起來 所以它所使用的元件比較多 但是有時候我們只是想加一個常數 就是說加1 這時候我需要用到那麼複雜的電路嗎 其實不用 為什麼呢 因為當我只想加1的時候 這個輸入是固定的 輸入是本來A加B嘛 但是B是固定的是100 就是001 這個1數字是固定的 這時候呢 很多的電路通通都不需要 像這個C3是不用的 C3是不用的打X的時候 這邊一連串的東西通通都可以化檢 那化檢之後呢 你就會發現這個 最後的這個位元 其實只要一個護次貨雜就解決了 那倒數第二個位元呢 比較複雜一點 要一個AND加一個護次貨雜 但是第一個位元呢 只要一個NOT就可以解決 所以它的電路就可以化檢的簡單很多 這是增量器 就是你加一個固定的數字加1這樣 那接下來我們要來看的是乘法器 乘法器如果你今天學C語言的時候 你往往會知道說 我如果要乘以一個2的次方 那它其實最快的方法不是用乘法 乘以2的次方 最快的方法是用什麼 移位 比如說我乘以4的話呢 我其實只要移兩位就好 OK 乘以4只要移兩位 那乘以4呢 也是移兩位 方向相反 OK 乘以4呢 是往左移兩位 乘以4呢 是往右移兩位 就可以 所以乘法器的原理其實跟移位很有關係 但是如果你乘以某一個特定的常數呢 就沒那麼簡單的 像這個 它乘以101 也就是乘以5 對不對 當它乘以5的時候呢 它的電路會變這個樣子 它中間有一個4位元的加把器 但是呢 在這裡 前面兩條是通的 那B2 B3呢 輸進來 這個4位元的加把器呢 跟這個4位元做相加 OK 請注意喔 這裡00 B3 B2 所以它其實兩個是不一樣 不一樣的東西 做相加 加出來的東西 才是它的乘法結果 為什麼 因為它乘以一個常數 好 那乘以一個常數 就是如果它今天乘的不是一個常數 是一個任意數的話 有可能是任意數的話 那二進位的乘法器就要長這樣 就是有4個and 然後有兩個半加器 這樣的結果 電路會是這樣 那這是二進位的二位元乘法器 二位元乘法器 那如果今天你要做一個更多位元的乘法器 其實只是把它的那個乘完之後的加把 就是and完之後的加把 做了更多乘而已 所以你只要用兩個4位元的加把器 然後再加上12個and 所以它的電路圖 四乘三位元乘法器的電路圖會長像這樣 它有兩個加把器 然後呢 這邊是輸入是B 這個是B 這裡也是B 這裡也是B 但是這邊的輸入線通通都是A 所以這樣會變成4乘3位元的乘法器 那問題是如果你今天要做4乘4呢 那就會有4個A 那也就需要有3個4位元的加把器 那如果你要做32位元乘32位元的乘法器 那會有點大對不對 會有點大 但是這種很大的速度通常很快 那個很小的呢 速度就會比較慢 可是你會希望在這邊取一個平衡 好 所以這是乘法器的部分 那這我們投影片的授權一樣 會因為有用到別人的東西 所以要遵守它的授權 好 OK 所以我們今天的算數邏輯單元部分講完了 那現在呢 請各位可以開始做作業 那做完之後呢 上傳到我們的YouTube社團就可以了